所以我們在今天的講說開始之前 就是謝小浩老師講說開始之前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台北市婦女館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平常在這邊在做什麼 然後我們會辦一些什麼樣的活動 也包括今天的這個非常精彩的 有請到謝小浩老師進入也都會理解 但如果真的還沒有看過或者剛剛來的時候 在匆忙也沒有關係 那可以講說結束之後 我們這個展覽在這邊會一直展到3月31號 會這樣就是將來一個月的時間 大家可以跟他入境的另外兩個場景 一個是中正婦女中心 一個是萬華婦女中心 我們做了一個三館連展 就是我們三個館一起同時展出 白眼圖像的50幅作品 那大家如果說在這三個館這邊 就是重拾到三個館就看過展的話 可以來我們這邊兌換一本 小浩老師非常精心準備 跟國家婦聯 除了粉紅女子系列之外 還有什麼呢 還有講說我們青熟女子系列 國民女子系列 或者是熟女系列的未單親女子系列等等 一個就是女生與肥胖的距離 那你覺得男生在不在乎 男生可能到了健康需要緊張的時候 他才正視到好像要稍微減重 從你青春期到你成年一直到你現在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女生對這個數字 對體重的數字 這麼樣的不放過自己 這麼樣的不放過自己 然後很多女孩子就什麼 開始性婆肥了 然後呢有一天他就在那層上面 那那個老公他面有不大開心的臉 那老公圓圓的什麼 就是說老公就知道有事了 什麼事 老公說崩舞或者是他在育嬰中心 他只是想好好睡 那他一拋文拋出來 可能很多的新手媽媽 或是其他媽媽 就會用過來人的身份告訴他 你應該要怎麼樣 你現在應該要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們都忘記 媽媽其實也是什麼 他也是一個人 他也是一個需要被關心的 誒 說不你他那麼多 他怎麼不難法 那當時就是有時候 我們會刻本影響 別人覺得說 怎樣讓你更好 那我就跟他說 我先不難法 我想看看我老人 到底可以老人怎樣 然後然後因為我聽到一句話說 父母身體好不好看不出來 但是父母老一定看不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反正我還是給小朋友看的 謝謝 那一種樣貌 會不會又是另外一個空架 因為這個空架是我們從好幾代傳下來的 所以當它變成圖文它是會有力量的 所以當我們在看的時候 會不會會落入另外一種女性 就可能就是要怎麼樣 或者其實我們要想的不是女性 而是回歸到我們自己綁來生理構造 就是跟男性不一樣 就是鐵證 會回想到是我們的優勢在哪裡 而不是去想我是什麼東西被遺忘了 是去抓回我原本的優勢在哪裡 會有這種想法 我一個人 但是我把自己的生活過得多彩多姿 我到處去旅行 我參加比如說像那次今天的桌堂會什麼都 我去看話劇 這個生活都是靠自己安排的 所以女人不要讓自己陷入框架 才是你真的要做一個女人這樣子 謝謝 至現在我還沒有走進婚姻 或是沒有走進家庭 沒有小孩 但我還是覺得說 在看的同時 也感覺到說 其實女人其實有很多的可能性 然後在那個當中 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經驗什麼的 我覺得滿有共感的 很有趣這樣子 謝謝 謝謝 謝謝